今晚天文奇觀在台灣也有驚喜 聯合報系跟義大利佛羅倫斯博物館合作的 輝煌時代羅馬帝國特展 明天開展有大約300件的徵集 包括羅馬帝國當時的神像 還有生活用品等 可以還原繁華的羅馬時代 揭開紅色布幕 戰士駕著馬車的景象映入眼簾 古羅馬戰士征戰的英姿 在世人眼前重現 也宣告羅馬帝國特展正式展開 世間大學服裝系學生更穿上 羅馬風格的服飾走秀 讓人一睹羅馬人對後世的影響 走進時光隧道 觀眾踏入展場重回羅馬帝國 第一個迎接大家的 就是開啟羅馬盛世的君主奧古斯都 奧古斯都大帝是我們這個展的男主角 最重要的一個人 那他的這個展品也是最昂貴的 這個保險的價值是一億歐元 不僅歷代君王雕像不能錯過 這次展覽還展出許多神像 像是這個幸運女神 福爾圖納 伊西斯 手中端著象徵富饒的羊腳 在當時可是被認為能掌管命運 帶給人財富的女神 這次把重達200公斤的雕像請來 要小心翼翼不要弄壞 把它安置好可沒那麼容易 除了雕像之外吸睛的還有羅馬玉場的沐浴用品 當時沒有肥皂可以清潔 要清潔皮膚就要用刮膚板 配合精油使用 在沐浴時刮下污垢和油脂 這羅馬時代十八利器也不能錯過 這次特展共分六區展出300件真機文物 分別展出古羅馬人的生活用品和崇拜的神奇等等 就是要大家看看2000多年前的羅馬帝國有多繁華 優點TV 李文浩 宋文芊 邱崇品 台北報導